舒豪 趙大哥 歡迎兩位先拍照喔 父子檔 兩位看向左手邊 現場非常動人的父子親情戲 很棒 自己Cue很棒 右邊 那接下來我們就換趙大哥來問我們主食了 謝謝各位 謝謝 再見 下台一起攻 好 先請舒豪跟現場的民主朋友們打算招呼 大家好 我知道舒豪 然後就直接開始講了 是 這部電影就是 其實我拍的真的很快樂 就是他這些喜劇片 然後我跟小夏還有紹文三個演室友 然後我們真的陪伴了很多室友的感情 然後當然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跟榮榮 還有跟小baby豆宝的部分 豆宝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小朋友 就是他不管自己演哭戲還是笑的戲 就是都非常非常懂就鏡頭語言 我常常聽懂就導演就哭 不是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常常導演叫他笑的時候 他就是那些心情很好 看到導演哪個不笑你問他 導演很有心 是 所以舒豪你跟小孩子對戲 一點都沒有壓力很害怕之類的 沒有沒有 因為我還蠻喜歡小朋友 那你快接吻了 是是是 不過趙大哥 你在片中的兒子已經有了這個小baby了 那你現在是從我本期待發個孫子這樣 人家別人問過問題外話 你主持人也問過問題外話 太尊重自己了 你說媒體需求不好意思啦 聊一聊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被出賣的都是自己的人 我 我都沒人這一段 所以我剛剛在後面不講可以靠 可以跳過了這個問題 你再問一遍 好這樣子 那這次演出的心情如何 這個 不是你不知道問兒子是 可以嗎 你是說想要抱孫子 對 那時候你抱孩子怎麼幹的 哈哈哈哈 好棒喔 而且你 我可以這樣吃老的辣 我告訴你我只有一個感覺 是 戲拍完了也一年多了 那 別的記憶不多 我跟別的角色也都沒有什麼互動 我只有跟他在一塊 是 對 父子 那 我只有一個感觸 包括他們這幾個小年輕 那是一個演員 你觀察一個人 你看他的言行舉止 是 你看他態度 你會發現一個年輕的演員 如果他是很認真的 他很有那份對戲劇的熱情 你會忍不住想要幫他一點 對這樣 就像我回想到三十年前 我剛出到了 三十年前 在中式 那時候還沒有大家一起來 在演 中式你碰到那些前輩們 大我十歲 九歲啊 十五歲的那些大哥大姐 是 真的是 他如果看著覺得你可以有未來的話 他們會不斷的提醒你一些東西 告訴你一些小動作 是 注意你的一些東西 他還會看你的眼睛 我覺得最讓我感受的深刻就是 剛剛任何人跟我對戲 都是百分之百的功力 即使他不在鏡頭裡 所以我也一直把這個感覺 跟我所有跟我對戲的人 我都是這麼做的 說到是有點怕趙大哥嗎 不會 不會 很危野的感覺 他在戲裡面演我兒子自然會有點 跟我有一點小距離 那你覺得他跟你兒子那個比較帥 舒浩哥 照顧 當然要帥了 現在只能這樣講 好 照顧哥謝謝照顧哥 謝謝照顧哥 你謝謝舒浩 謝謝兩位 感謝感謝